觀眾朋友早安 我是溫淑梅 歡迎鎖定今天的東森早安新聞 淑莉早安 又看到我們淑莉穿上救生衣了 今天要去哪裡 對 好 沒錯 淑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看到淑莉穿上救生衣 就知道了今天要帶大家來玩水 誰叫今年夏天這麼的熱 而且放暑假了 那麼今天淑莉帶大家來到哪裡 來到淑莉最喜歡的日月潭 這日月潭真的是一大清早的時候好美 而且我們還看到了日出 當然今天來到日月潭 不光只是欣賞日月潭的美景 今天淑莉要來介紹給大家 目前全台灣最夯的水上活動 這項水上活動是什麼呢 教練 歷史滑獎 歷史滑獎 淑莉 淑莉 來… 你有覺得我們今天這個教練 他有像一個大明星 你覺得他像什麼 王仁甫嗎 還是誰 是嗎 王仁甫 王仁甫 你不覺得他有點像瓜哥嗎 胡瓜 你覺得他像不像 有耶 有像耶 聽說你是樂壇的胡瓜耶 有一點點像對不對 好啦 他其實是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 這項全台灣目前最流行的水上運動 也就是我們的教練阿祈 阿祈剛剛說了現在最流行的叫做 立式滑獎 立式滑獎 到底什麼會叫立式滑獎 從字面解釋是站著滑獎 站著滑獎喔 是要站在哪裡 站在門這一塊 三百分之間 這個就是立式滑獎的三百分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教大家怎麼玩 可是阿祈啊 這到底是要怎麼玩 像他們後面這樣嗎 這是很輕鬆 可以欣賞浮面獎料 真的很輕鬆嗎 來 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 淑美 你也來學一學 到底現在最流行的立式滑獎要怎麼玩 來 教練 我們就一起來囉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 放到水上 要先放到水上 他們預備的就是一隻腳 好 教練 我跟你講 我不會游泳喔 沒關係 會喝水就好了 好 來 然後呢 然後我們來面對前面 我們的船 船手在那邊 我要面對你的面 對 然後妳看過來 我們先跪在這邊就可以了 先跪上去 我先跪上來 我們也跪姿 然後我面對前面 其實那左… 教練 你要幫我一面 這樣可以嗎 穩了嗎 穩了穩了 來 小心喔 好 其實昨天實力在這邊寫很久 覺得有兩個下午啊 今天實力應該比較不會天叫 對 教練 拿畫面我 拿起獎 拿起獎喔 我們可以開始往外滑了 往外滑是不是 對 好 教練 我問自己怎麼滑了 你說這個嗎 獎 這樣子握著 握著 然後擦在水裡面就可以滑了 擦在水裡面就可以滑了 好 就這樣滑嗎 對 我要滑出去了 嗨 有沒有看到我 梳美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就是目前全台灣最流行的 歷史滑獎 不過現在我們還沒有站起來喔 我們現在才剛開始 教練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先跪姿 站在這個滑板上面 哈囉 教練好 他玩得好輕鬆喔 對 其實這個 腳上有嫌疑 好 好 來 教練 那接下來我們要站起來了嗎 我們先往前滑一點 我們到現在一直沒有滑出去 教練 你要幫我控制方向喔 好 好 來 我們先踩跪姿嘛 跪姿 然後手扶在板子上面 扶在我們的板子上面 扶在板子上面 扶在板子上 好 是的 好 跪姿喔 好 跪了 好 我們跪姿之後呢 才用蹲姿 蹲姿嗎 對 我昨天光是這個蹲姿 穿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拿起你的甲 當作拐杖 好 撐著 耶 我站起來了 站起來之後呢 要把槳放到水面 什麼 什麼 槳要放到水面 槳要放到水面 好 好 開始滑 教練 我們要撞船了 教練 我們要往後滑 哈囉 我站起來了 這就是力士滑獎 各位觀眾朋友 目前全台灣最流行的水上活動 OK 教練 我今天表現得還可以吧 不錯 以初學者這樣算很棒 可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滑不出去呢 教練 這怎麼一回事 油前往後滑 油前往後滑 油前 好 油 人家是油後滑 油前 油前 到底油前滑了 這樣子啊 OK OK 我終於 對不起 大家 我太緊張了 OK 好 教練啊 這個力士滑獎啊 是 它是喔 起源於哪裡啊 它的起源是於夏威夷 夏威夷喔 是 夏威夷 哇 其實清晨的日月潭真的好美 你知道嗎 很漂亮 因為雖然今天雲多了一點了 好 不是很晴朗 但是呢 清晨啊 我還看到雲鋪 而且有短暫的時間呢 我們的氣象團隊 還拍到了日豬 我們要讓導播啊 讓大家看看 世上清晨的日月潭真的好美 教練啊 我們現在終於滑出去了 是啊 你暗變遠一點 而且 欸 淑梅各位觀眾朋友 我到現在還沒有掉到水面喔 可以給我一個掌聲鼓勵嗎 耶 呦呼 我跟你講啊 因為呢 團隊的夥伴們真的很壞 他們呢 跟我說 我打賭你 明天呢 站在歷史華獎賴伏的時候 不到十秒鐘就會掉到水裡面 但是事實證明 昨天淑梨學得很認真對不對 學認真 也掉了很多次 對… 這個歷史華獎啊 你說是起源於夏威夷啊 是的 然後呢 大概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傳到台灣來了 其實在六七年前 台灣就有玩家在玩 六七年前就有在玩嗎 可是好像是最近才夯嗎 好像一兩年才開始盛行 教練啊 你覺得我今天表現不錯 還有什麼好玩的啊 真的 這樣還可以有什麼滑法 其實還有很多趣味的活動 我們待會兒會 一定的體驗 這樣子喔 其實歷史華獎對於 聽說是全身性的一個運動 對 我們再換一邊 不用怕… 站好腳 還有有教練呢 要保護著我應該OK的 聽說這個歷史華獎啊 是一個很棒的全身性的運動 教練他之所以啊 這幾年會這麼Honey 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的… 其實說他危險性 比一般的水上活動會降低一點 而且他的適合年齡層 從五歲到六十五歲都可以玩 五歲就可以玩喔 對嘛 遇過最年輕的學員是五歲 五歲耶 所以教練 這可以說是一項老上賢儀的 是的 一個休閒活動喔 對 所以五歲其實只要穿著救生衣 對 然後其實就… 只要有水的地方 就可以來進行這個 歷史華獎的活動喔 對 所以你看看 是不是很簡單 不會太難吧 到現在呢 那邊的熟力呢 都還站得穩穩的 當然囉 但… 大家如果要來 最高日樂壇呢 玩這個歷史華獎啊 天氣好不好也很重要喔 教練 我們現在呢 我們可以坐下來嗎 來 你先坐 來 教練 你在這裡 好 但是… 還好我有穿救生衣 教練 我應該 我要直接趴在板子上 等一下… 等一下 好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告訴你 玩歷史華獎 雖然掉到水裡面 還是沒有關係 先放開 先放開喔 因為我們有穿救生衣 所以沒有關係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如果你真的掉到水裡的話 該怎麼辦喔 因為有專業的教練 所以其實你都可以不用害怕了 對 好 來 好 好啦 這就是呢 來 如果他掉到水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喔 好 再把它爬起來 好啦 現在熟力呢 要在水面上發氣象 這可以說呢 是氣象爬爬夠有史以來 最狼狽的 最狼狽的 但是呢 看著這個日月潭的美景喔 哇 我覺得好幸福喔 一到清早可以在這邊 玩這個水上活動 然後呢 報氣象 好了 我們就要來看看天氣囉 欸 今天好棒喔 啊 啊 天氣上來說 我們從衛星圓圖 欸 教練啦 長很熱嗎 長很熱啊 真的好熱喔 昨天呢 台北最高溫喔 你知道幾度嗎 35.8度欸 35.8度 然後呢 這個嘉義都有35.5度喔 也就是其實呢 昨天水氣最少 然後呢 天氣最熱 最炙熱 那麼今天啊 從衛星雲圖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天氣上啊 其實還是高壓籠罩著 那麼呢 今天啊 還算是水氣比較少的一天 但是如果說啊 跟昨天比 欸 教練啊 我覺得從日月潭喔 對 就看得出來 今天的風流多少 對啊 水氣有那麼一點點多 不過事實上啊 這個雲喔 都是高層的雲 所以今天其實各地啊 都還是呢 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那麼 今天的紫外線喔 也是很毒啦 我跟你說 我們從紫外線預報呢 要告訴大家 今天的紫外線喔 都也是喔 欸 這個過量到危險等級 所以問如何啊 你到外出喔 真的喔 那個防曬工作 真的要做好耶 如果說尤其啊 你要來玩這個水上活動 教練 是不是防曬更重要 防曬很重要 不然喔 很容易就會被曬傷喔 我覺得我要做什麼 好 你知道喔 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因為呢 還滿喘的你知道嗎 好 那麼呢 另外我們要來看看啦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來說 其實啊 今天水汽少 所以午後降雨的範圍啊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也是有山北 但是呢 今天啊 這個午後雷震雨的情形 主要偏重的 都是在嘉義以南 那麼另外呢 各地山區的部分 嘉義以北啊 就會比較局部 比較零星 那麼嘉義以南的部分 像是山區啦 還有靠近山區的部分平地 也是一樣的山北 只不過啦 今天呢 降雨算是比較少的 週休假期就不一樣了喔 我們從未來這幾天的天氣預報呢 可以看到 事實上呢 未來這幾天 尤其週休假期的水汽又要增多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南海有一個低氣壓 這個低氣壓 還不見得會形成台 現目前來看 這禮拜天有機會形成颱風 但是對於台灣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它部分的水汽啊 會影響台灣 所以咯 這週休假期第一個就是 午後的塞巴河 範圍會一天比一天多 尤其禮拜天的時候就要注意了 都有大雷雨的機會 另外溫度上來看的話 今天最高溫還是在台北 上看36度 中南部的話呢 都有34到35度喔 那麼東半部呢 是在33到34度之間 無論如何就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禮拜啊 剛剛是很酷熱的天氣啊 那麼五號連真雨的現象 在週休假期會逐漸增多 所以咯 家民樂教練 來生醉 來生醉啊 所以呢 溫如航 大家呢 追隨著熟練的腳步 一塊來日月台灣 這個什麼 第四華獎 第四華獎 耶 我們要出發的 外獎耶 列獎一下 這是一塊的 臣子 這個 這間 超級的 就是 由น於 快點 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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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